11月24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春联女童慈善之门活动在上海举行 SH48成员陆婷、徐卫洲受邀作为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推广大使 出席此次活动,为大家一起关心失学、辍学儿童 那我今天自己也带来了一些小礼物 想送给辍学还有失学的儿童们 然后作为一些小礼物吧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也希望自己能以更多的方式去帮助他们 也能够影响到身边的周边的人 以身作则去做一些能够帮助孩子们的事情 作为推广大使,陆婷表示希望能以自己的行动 让更多人关注失学、辍学儿童 徐卫洲谈言作为公众人物更应该多多参与公益活动 以身作则传递爱和正能量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对待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每一个人 之前呢我也去山区探访过孩子们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吧 然后应该带给他们一些就是大人的温暖 用心对待每一件事